白兽改嫁800万后无人进牌 狼队翻番成为转会七标王 KPL转会进入收官阶段 以致成功补强中少 就在1月15日 2023年KPL转会七进入高潮阶段 竞价七结束后 挂牌选手去向基本敲定 想必大家之前已经知道 本次转会七大鱼有三条 分别是白兽金宇和翻番 就在15号下午 金宇的去向最终敲定 KSG官不关注了金宇 随后月光等瓜主先后爆料 石锤KSG金宇彻底锁 据说金宇竞拍到685万 对于KSG来说算是大出险 金宇和阿泽这对AG双子星成功携手 值得期待 随后AG方面买员信息出炉 百兽视讯完AG后改嫁为800万 AG贤贵最终放弃了 毕竟这个价格有点超出预期 尹诺在接受九折采访时 也谈到了这一点 百兽 我先说你们四楼 有点而贵 百兽 有点贵不差钱 太贵 就 秦川 义安 小白 通过 通过 长生吧 另外一诺爆料的长生和小白 也被AG成功打下 同时AG还引入了EMC的下注 这是专门盯着EMC挖的算式 不过这三名选手天赋都很高 小白战坦双修 长生号称小青龙 训练赛和比赛中都表现不俗 下注是K甲三大辅助之一 还拿到过常规赛MVP AG满人的眼光非常到位 就算没有引入百兽 也算是成功补强了一波 据说引入长生的过程比较曲折 RW参与了竞价 直到竞价7最后一刻长生才所为止 最终价格为225万 一共拍了7次假 RW不愧是转会7最大水 猫神方面直到转会7最后一刻 被老干爹出价280万拍下 张角非常喜欢猫神 两人再次合作或许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不得不说AG对猫神非常好 之前就猫神出泥台 如今放他去竹梦 山高路远顶峰相见 众多猫神铁粉对AG非常感激 除了鲸鱼外 另外两条大鱼 买售无人出价基本确定留在DRJ 翻翻以950万的挂牌价成为标王 价格甚至超过了当年的紫阳 有点挂着玩的意思 谁最高 谁是标王 谁最高 标王是谁 挂牌最高价是谁 首先 我们来猜 挂牌最高价 挂牌最高价是谁 挂牌最高价是翻翻 950万 我之前一直在跟你们说 百售是挂牌最高价是800万 是我信息出了问题 翻翻 950万挂牌 当然狼队这个转会期还是赚的 金宇当年600万买下 用了一年685万挂牌卖掉 还多了一个亚军 双方都不亏 想必大家都知道狼队不缺打野 金宇离开之后 春季赛打野位置大概率是小胖回归 再就是大家关心较多的TTG 千城最终索DYG 而槟城被套布拿下 两个人合计挂牌价为525万 与此同时TTG引入挂牌价100万的阿董 同样小赚了一点 总的来说 这次转会戚风云莫测 除了几位流拍的选手之外 多数挂牌选手的去向都不错 基本接近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了 当然要说动静最小的队人 除了一星之外 那肯定还是FYG 没有选手挂牌也没有大手笔引人 但视讯了不少选手 有瓜说长生视讯FYG效果非常不错 另外对于FYG老板张大仙来说 还是有两个好消息 首先是14号晚上获得年度影响力主播 其次是被官方赠了 突年第一个语音包 听上去比干的漂亮更具嘲讽属性 而且现实免费获取 感兴趣的小伙伴不要错误 那么最后问题来了 大家如何看待转会7A这个影响 新赛季阵容强度究竟如何